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譚常角 常角善言的版主 大家如果要找我的資料可以打我的英文名 CHANGJUE29 再寫你想找的資料就會出現一系列 你就可以看到了 或者你想入我的網頁 按我的英文名就可以入到我的首頁 再按播放清單就有1900個以上的分門別類資料 大家可以尋找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一個話題 是請善待每一個走進你生命中的人 其實人不能單獨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是一個群體的生活 我們有父母 有我們的祖父母 也有我們的兄弟姊妹 朋友 其實人與人相遇 是上天的旨意 是註定的緣份 每一個走進你生命中的人 都是你前世大家有關係的 要麼你欠他 要麼他欠你 所以你會今生裡大家再相見 家人跟你血脈相連 令你感受到親情 在這一生裡 家人的照顧之下 你過得輕鬆 減少辛苦 得到很大的親情的安慰 朋友跟你原本是不相不識的 是因為預見了 大家熟悉了之後 也因為大家有個真心才會靠近的 在朋友的幫忙下 我們可以走出困境 我們會得到安慰 而伴侶是陪伴你最長的人 跟你經歷過友情 然後演繹愛情 最後就融入親情 令你體會什麼叫做愛 令你明白什麼是真 跟你一起經歷人生的風風雨雨 是陪你白頭到老手牽手的伴侶 人生路上 因為有了家人 我們才沒有那麼辛苦 因為有了朋友 我們沒有那麼孤獨 因為有了伴侶 我們才會被呵護 所以每一個走進我們生命中的人 是值得我們珍惜的人 人海茫茫 我們因為有緣才會相遇 大千世界裡 因為相伴才會幸福 遇見的人裡 有些可以成為過客 有些成為自己 有些慢慢就沒有聯繫 不過不管是誰都好 我們都會應該遇見我們的人 在某個時候遇見了 也這些人會教會我們很多我們應該懂的東西 令我們明白很多的東西 其實人生只此一次 普通宗教認為是這樣 相遇是需要緣份的 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愛人也好 同時也可以珍惜每一個走進你生命中的人 因為下一世 你不會再重逢 所以這一生應該好好珍惜 但是根據佛教徒來說 人生是很多次的 不停地輪迴在這個世上 一生一生 所以我們今生相遇的人 是我們的親人 我們下一生 我們未必有機會相遇 就算我們相遇 我們都不知道對方 和我們以前有什麼瓜葛 所以大家有緣 在今生相遇的時候 無論他來還你的債 或者你還他的債也好 大家都要珍惜緣份 好好彼此 而在這一生裡 更加相親相愛地共處 因為下一生相逢 你都不會相應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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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